有关自由时报今天报道 台电逼赶工 林口大林两个电厂品质堪忧 台电陈青表示 为了满足台湾地区105年供电的需求 那么公司现在的林口跟大林两个更新扩建工程 目前的确是处在一个赶工的状态 因为这两个计划的机组都是属于机载的燃煤机组 并且每一个机组的装置容量都高达80万千瓦 所以完工之后对明年的供电的窘境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所有的赶工的作业都是在承包商提出一个完善的赶工计划 并且经过台电非常严密的审查通过之后才进行的 所以这些赶工都比较符合政府的牢机法 跟我们台电非常严格的品质的规范要求之下来进行 所以说绝对不会有因为赶工而造成影响我们员工的权益 或者牺牲工程的品质的现象发生